假设阿豪骗我,我派上去,压,冰 OK,第一球,明白 而且当你做熟了,压 我们可以直接做第二个hesitation 如果你压得到的话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又是一辑新的教学片开始 今天我们CM復出 因为CM刚刚跟我说,我成年没拍过 原来因为疫情之后,我们都没拍过 好了,今天我们要讲几个主题 会比较不同的 首先第一个,其实都见是很多人问的 就是在混球的时候,如何合球投篮 阿豪刚刚也有问这个问题 在带球的时候,混球的时候 我们是怎样去射球 今天我们就讲这一件事 我们经常讲,就是混球就是拍球 拍球和混球,其实你觉得有什么分别? 混球的节奏不同 节奏不同 还有呢? 拍球的变化没有那么多? 混球的变化有更多 就是它会变成网球 如何变化更多 就是你觉得控制力更大 就是控制力更大 我们要先知道,拍球 什么是拍球呢? 就是有很多小朋友都会这样 拍球就是因为他听到叫拍球 他就在那个球顶上拍下去 拍拍拍拍拍 第一个,拍在那个球顶上 你的控制力就是阿豪刚刚说的 你会大大减低的 因为你就是在那个球顶上 那个球会变成一个直线的运动 对不对? 我们上次混球课程里面已经有说了 我建议大家混球是后拉混球 用上拉或者后拉混球 上拉混球 后拉混球 这个叫混球 混球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就不会是一个 垂直直线先 如果你要去进攻 或者要去交球的时候 你带着那个球 你就不会只拿着那个球顶 因为如果你拿着那个球顶 第一,你必定是保持了那个球 在你的身体前面 你就变成要这样保护 其实你就算这样保护都保护不了 都是穿出来的 如果你的球在前面 记住我们尽量控制自己 你会看到 我们控制那个球 其实会类似一个D字形的运动 当你摸那个球的时候 你是拿那个球的屁股 你要这样想 不要摸它的头顶 摸它的屁股 你就拉起 拉起,拉起,拉起,拉起的时候有什么好,第一,我们可以保护到,第二,我们可以看到队友,也可以随时交球,是不是,又或者随时courtsover,可以过人,而不是你的球逼了自己在前面,大部分人到今天都觉得拍球,拍球,拍球,我教小朋友,可能教七八岁的小朋友,我反而宁愿, 也不想他们只是拍球,因为对你之后的控制力,会差很远,你会见,就算美国的黑人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可能都是五六岁,但带个球,可能你会觉得他holding,但他们带个球,应该是可以带着一个小朋友,带着七号球照样可以crossover,可以between the league, 这个就是我们对运球的理解的不同,所以我们记住,不要再拍球,而且今天我们要学的运球投篮,必须要用上拉运球的,我们一定要这样才做得到的,所以记住第一点,大家先要练好运球,是拉,拉,拉,记住, 压拉,压拉,压拉,跟球是完全同步的,你试试,压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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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那个球,那个球在身体内,千万不要在前面,不要拍球,明白? 这个是今天先要做到这一件事,先我们要知道,如果传统我们以前的运球投篮,一般会怎样做,阿豪,你本身shoot on dribble,你会怎样做? 带球射球,带带下球,突然射球,put up jump 走,我会… 就是这样就它,不如你示范一下,你应该要有点速度的嘛,是吧? 再来过,后一点,不是你,我干嘛,go,拍球,OK,好怪计,为何你打横? 不知道,这样排队都是这样的,OK,传统,以前拍球,我们一般都会变成这样的,OK,拍球, 一,二,shoot,是吧? 一,二,shoot,是吧? 就是好像two motion那样的,就是我们以前的put up jumpers,是一,二步 而且你的重点就是,第一次我拍过去,一,二,shoot,应该是这样的 对不对,这个是传统,现在呢,你会有几大的不同,例如你看到Kerry,K Thompson那些,速度会快了很多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就已经不是说一,二步,他们就是压跳步,然后射球 完全不同,整个Makan,整个法力节奏都不同,最后一件事很不同,等会再说 就是,如果你平时看Kerry的比赛,大个半场,压,shoot,射了 很快就射了,为什么它会这么快呢?第一就是,以前我们拍球,一,二,不是没用 现在都有用的,但是以前的一,二步呢,会比较重心的,就是怎样呢? 向前拍,一,二,拉起,因为以前的动作是,two motion有拉起,它会有fair away 现在我们是会用核心去做,连起急停,和吸起那个球 就是上次我们,辅助手教过的,吸起那个球 记住,有一个最大的,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们混球的时候,假设我们有分上,上拍,下拍,名字我作的 上拍就是,球在我手里,下拍就是球在地上 就是球在地上 就是底上,推动就是 店里,然后是球在地上 装每under到手里的,以前的运球投撑 拍球,发到地下 摄一个由下拍上来的球 这个是以前的运球投入 所以如果你做Defense的话 我是挺明显的 就是动作是比较要面对防守者 以前面对防守者他们有Fair away 是不是?靠腾空 所以动作没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一般要射 是射One Motion 就不是和别人斗高 我们不会直接面对防守者 反而现代的篮球技巧是避开防守者 用Side Step 用Step Back 假设阿豪骗我 我拍过去 压 OK 第一球 认真骗的 明白 而且当你做熟了 压 我们可以直接做第二个Hesitation 如果你压得到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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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是这样的 看着 大 我们大球的时候 第一记住那球不要在前面 大这边 压就射了 看得到? 好像跳弹床一样 你要当自己 这个位置是弹床 大球 你上拉运球的时候 你的重心 其实你都是用核心向上拉 拉 压 雪 明白吗 对不起 进来这球 OK 拉 压 雪 明白吗 有什么 太好 没这针 那么 就这样 Isso 没错了,我们是这样,直接是拉起的同时,压下去 拉起的同时,压下去 拉,拉,压,升起 记住,压,左手升起,右手拉换 我们来看看阿豪和CM示范 好,Go 那球在前面,阿豪 第二,你觉不觉你拍球很大力? CM试一下,拍 CM没拉过碗,再拍 有时会变成2Motion,自己习惯了 明白的,再做几次,再拍 其实动作没问题,不过是不够一整体 为什么这样说呢 某程度上,刚刚你用了重心,拉停自己 就是你刚刚是,拍,拍,往后了 你就其实已经不是用核心 如果你用核心,其实你的动作 其实,就算轻微跳前 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压 明不明? 跳样射到个球 你用核心 你用核心的话,你个人是向前 因为你都没停过 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的主题 这个混球头篮的主题是什么? 是敌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射球 明白,你要记住 除了远,时机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带着球 是游行,突然间一压就射了球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动作是快很多 记住 带 拉 拉 拉 压 拉 压 对了 然后,升起,拉换 再试一下 拉 拉 停 那个球呢,你现在不是在前面 其实你不是现在在拍着球 你带着球再说一次 应该是怎样 在这里 在这里 在后面 别人才不觉得你会射球 你试想一下一个防守者 你这样带着 你根本就很明显地要进攻 你一定压得了防守者 记住你是 记住 你真的要当自己curry 大 压 shoot 明白 明白,射进去 大 压 shoot 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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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有時候會變成 變成騰空 我剛剛說一下 其實OK 你這個節奏是OK的 你大針而已 大針 第一 大家不要怕了大針 大針只是差半個球位 其實你就快穿針而已 所以你試一下 Go 好 第二 你現在 怎樣都覺得自己很辛苦 因為你要帶球向後 但你選擇了什麼 為什麼呢 這樣拉口 不是的 放鬆 拧肩膀你沒有上嗎 你和我一起拍的 之前的運動過程 你拧肩膀的球就在後面 你本身就要 要這邊的肩膀在前面 你明白嗎 你一定要這樣做 然後再壓 他撲出來你才可以Hesitation過 所以你先要 對了 屈了肩膀 Go 好 壓 對了 Good 你就是 你不是 你不是 我意思是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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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的嗎 現在是嗎 CM嘗嘗,我給你一點誠意,跑動 有點太慢 就是這樣,你記住你彈上去,你一定要體現到什麼是向下拉 你記住,因為是一個跳彈床的力量很強的 一壓,你是要往下拉,不是往前 CM都是剛剛有點黃前,明白嗎? 一壓,向下拉,你是拉下去的,不是向前射 一個人是有眉前,是向前的 你按摩,是向前射転 你又明白嗎? rehabilit 压,压,这个做不到,因为这个步还没弄好,记住 球比较厚一点,球比较厚一点,而且不是很拉,因为左手没有升上 拉厚一点大球,准备,go,拉,压,good,这球很漂亮 这球很漂亮,go,CM go,good,那碗压了前,不是很拉,记住,我们是压,拉下来,ok,再来多球一号 good,对了,就是这个,大约就是这个感觉,是向下拉的 good,good shot,向下拉,记住一样东西 运球投篮,你正常右手比左手困难 射球是右手,如果用右手带球就特别难 左手比较容易,因为你一压的时候,记住,我们一压的时候拿着球的顶部 吸上来,然后拉换 清楚吗?你做这个动作 你要做得突然,你的感觉是走步 你的感觉是走步,但是你看上去是完全不会走步的 因为你带着球之后,一二再压 你的感觉是很走步的,但是为什么就是说 你带着球做这个动作,看上去是不会走步的呢? 因为走步的定义就是你要停下你的运球 但是在你整个动作里面,你后拉运球 停,就是这一步才开始停 所以你会变成一二双脚射 感觉是走步 但是实际你看上去是完全不走步的 明白吗? 重点,记住,我们带着球核心压下去 记住是核心压下去,不要中了下去 也不要往后 你刚刚第一下就是因为,记住,我们退后一点 最好带两次 一二压 雪 明白吗? 一二,很快,很短 就射了球,重点向下拉 明白吗?试一下左手来 Go 那个球拉上来之后压下去,在手上压下去 CM前了一点 没什么力量,CM很久没拍,对镜头紧张 出来,看后一点,带两次球 Ready go 一二压 Good 不是很吸到那个球上去 不是很吸到那个球上去 记住 压完 吸 我常常接的那一刻好像是,接的不是很实 好像有点 如果你想简单一点,练熟一点 我们可以带球的时候另一只手Ready 就是我带了 手是要Ready 就是这么大之后就 而且当你做熟了这个Ready的手也有好处 假设是阿豪马 如果你做惯了这个辅助手的动作 对不对 我一压我就可以 Hesitation 明白吗? 而当你就是要做熟同一个动作 敌人呢 才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射 明白吗? 他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过 是不是?你可能随时过的 明白吗? 招呼 他真的可以出现了吗? 他其实是很好的 他在一起 还记得了 他真的不可以用 我刚才能说 你现在要做了 好,Go,再來到你們,你吸下去就可以了 吸上去,Good,Good job,拉下來,CM,手指都不是很拉下來 阿猴,阿猴這球很漂亮 再來,再來,每人第一球,成功的 CM,手腕要向下,壓個球頂,壓,拿了球前面 拿了球前面,那個球頂,Go 射就很漂亮,帶球就有點噁心 來一球,來一球,Go 後一點點,那個球的落點,現在變成在這裡 後一點點,明白,Go 壓,這個變成跳過去,不是用核心 因為你帶球本身在脫手,明白嗎 原來那個球都是在前面,那個球去了前面 記住,我們的球在這裡 拉,拉,壓,射球 明白嗎?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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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Good 不是很快嗎?到你了,CM,最後一球 好時間了 會不會都是CM時間呢? 沒有信心,4-3分 好球 要拍兩下 你正常拍兩下,去練習這個壓會好些 記住,你是突然的 雙腳,落 明白嗎?好,今天,完 要拍兩下 解決 可以嗎? 中文字幕——YK